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今天就是中秋正日 在這裡要祝福各位益友中秋節快樂 人月兩團圓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話說現年74歲的著名影星馮穗帆 已經移居了台灣超過30年 最近他接受了國民黨國際事務部邀請 出席了一場午餐會 而馮穗帆在會上毫不留情 也毫不偉言地通緝國民黨籍的前總統馬英九 說他是賣國賊 到底為什麼呢 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馮穗帆看到 說在馬英九執政時期 當時的國民黨立委 已經沒有國民黨原有的精神和責任感 在現任主席江啟臣剛剛上任時 馮穗帆也希望他能夠有一番作為 改變國民黨 但是馮穗帆就認為 國民黨現在就演變成為一個 只反台獨不反共的政黨 誰來做黨主席都一樣 因為國民黨已經沒有救了 馮穗帆就寄望 江啟臣能夠使國民黨重新成為一個 真正救國救民的政黨 實情馮穗帆就是一個傳統的中華民國的支持者 也在過去一段長時間 是國民黨的擁躉 但是國民黨的表現實在太過不濟了 尤其是這個馬英九 根本上他講完守戰職中戰 已經是不合時宜了 等同於掌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的說話 他都在大講特講 難怪馮穗帆這次那麼失望 另外他又談及到有關於香港的情況 大家都未必喜歡聽 但我覺得都有多少參考價值 馮穗帆就提到對香港的情況毫無興趣 他在回顧六年前所發生的佔中行動時 提到 說當時的香港人只知道是要自由 要求特首下台 但是特首下台又怎樣呢 那個人是老共派過來的 即使是推倒了現在這個特首又有什麼用呢 下一個特首一樣都是老共派過來的 可能有些人聽完之後 就會有多少的心情 不是那麼喜歡 但是他都是不客氣地說的現實出來 事實上 那個制度一天不改變 只懂得叫某一個行政長官下台 這種做法就等同於懸目求余 沒有作用的嘛 因為市民所判斷的是民主政治 而不是古代的賢人政治 不是希望有一個賢軍上台 或者有一個清廉的人去做父母官 因為這種做法就是不能持續的 就算讓你這麼幸運 有一個賢軍也好 那個人也會呱老塵 下一任又是怎樣呢 所以為什麼民主政治這麼重要呢 馮穗帆其實就是用了另一個角度來導出這件事的重要性 當然如果有朝一日林鄭無離頭下台的時候 我相信很多香港市民都會拍爛手掌 燒炮獎來慶祝 問題就是就算林鄭下台以後下一個上任 若然制度不改變 也就是老共陰點 所以馮穗帆其實他的說法是沒有錯的 接著我們再看看葉德嫻有一個公開呼籲 他向來都勇於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 其實很多人都勇於表達的 例如黃祖嵐、陳小春、阿叻、曹皮倫、阿B那些人 不過那些人就是表達親政府和撐警的立場 那些人不怕表達的 因為表達完之後 陳百祥可以拿一個荷蘭水蓋 你說多過癮 但是若然要表達同情青年、同情抗爭者 那就甚少了 但是葉德嫻就做得到 這件事本身應該值得尊敬 為什麼呢 因為以葉德嫻的智力、葉德嫻的地位 他根本上是犯不著走出來說這些表態 就算他不做這些表態 一樣會受到人的尊重 因為其實在演藝界裡面很多人都不表態 當他不表態的時候 市民其實也會移中留情 不會強行說他是藍絲或黃絲 但是葉德嫻就好東西 他有這樣的勇氣 有這樣的吉士 好了葉德嫻最新的呼籲就是什麼 他前陣子接受了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的訪問 他就提到 說他是一位藝人 亦都是一位香港人 願正而歸香港 他還提到在過去一年最令到他感動的一刻 就是有一位13歲的學生 勇敢地對著警察說 說他自己是記者 葉德嫻對於這位學生為捍衛表達自由的堅持而感動 我相信葉德嫻這個說法其實也表達了很多市民的心聲 所以一個人能不能夠贏得大眾的尊重 就並不在於究竟那個人有沒有獲得 那個政權頒授什麼勳章或者是荷蘭水蓋 而是在於市民會檢視這個人在過去一段時間裡 究竟他的言行舉止是怎樣 我相信有很多人對葉德嫻的尊重 其實就是打從心底裡心悅成福 就不是說服你其實心就瞄你那隻 接下來就再講一下今年 特區政府的頒授勳章的名單 簡直就等同於一個笑話表一樣 這個著名的藍絲撐警藝人陳伯祥 那隻阿叻 竟然間獲得特區政府頒授勳童子經聲張 到底特區政府怎樣評價阿叻 這個頒授勳章的評語就說 陳伯祥熱心社會公益 多年來積極支持和參與慈善籌款節目 貢獻良多 充分表現他的無私和人愛的心 亦都是促進社會和諧和溝通的良好榜樣 首先陳伯祥去做TVB籌款節目 就是壽新職業 就算是沒有錢給他也好 他也賺了知名度 若然你說我去做籌款節目 等同於熱心公益熱心慈善的時候 鄧子豐也做不少 陳子青也做不少 你不要頒勳章給他 這些原因是多餘 至於說陳伯祥能夠促進社會和諧和溝通 更好笑 陳伯祥本身就是一個惹火的藍絲撐警藝人 每逢請到他上的辯論節目 都會惹來很多人反感 很多人在Facebook被他生氣 那怎樣促進溝通 況且陳伯祥很多事情都說 我不知道我看不到 請問這樣怎樣溝通 原來這些就是特區政府眼中的良好溝通榜樣 難怪這麼多家長擔心下一代受到香港的教育 還未說完 說陳伯祥先生在演藝界的成就結出 對工作投入和專業的態度是新一代演藝人的模範 你不認識就不要評 不如我們又看看林鎮強先生 他生前在2003年6月的時候 寫過一篇文章來評價陳伯祥這個人 到底強伯他是怎麼說 他當年在蘋果傻強扶藥的專欄就這樣寫 說任何電視節目只要看到有阿力出現 你就知道這個節目必定會變為業餘 不認真和似馬戲團 你說17年前強伯還是臨走之前都這麼清醒 到現在都是適用的 哪有說錯 所以特區政府的標準 就是跟一般人的標準不同 沒辦法 陳伯祥在接受HK01訪問的時候提到 說去年的撐警言論 可能是他獲得頒授勳章的原因之一 他強調自己是法治真心地發表這些撐警言論 並不是出於其他目的 你說連阿力自己也有自知之明 就是說他自己也覺得因為撐警 所以就拿到這個勳章 是原因之一 就是說就算他在這個演藝界裡面 多傑出也好 如果他不撐警 可能就沒有拿這個荷蘭水蓋的機會了 阿力自己也這麼說 你特區政府就是自殘形畏 那你是不是被人體現得到 這些就是親疏有別 原來在評定或者鑑定一個人 是不是值得獲頒授勳章的時候 不是純粹考慮到底他對於社會有多大貢獻 還會考慮他的言論或者政治立場 你被人看得到這些就是很噁心 當然我的看法就是 陳伯祥拿荷蘭水蓋是好事 因為只會令到這些勳章貶值 還有使得有些人恥以為悟 老實說有什麼輕鄉呢 何況在現在2020這個時刻 你以為還在97年之前 接著就再看看 很多警察原來都是獲頒授勳章 或者獎葬諸如此類的東西 包括了哪些呢 就是西人莊定賢和陶輝 這兩個東西夠搞笑了 之前被蘋果已經揭發過他們有僭建行為 這些算不算是知法犯法呢 就算不知法都已經是犯了 你當他不是犯法也違規了 那又頒授勳章給他 市民服不服啊 所以你說這個頒授勳章是不是笑話一則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